中醫有什麼食療可以預防新冠病毒? 歡迎收看由精安局製作的 液下復工防疫工量 在我身邊的是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專業顧問洪商商醫師 洪醫師你好 今集我們想從中醫的角度 談談新冠病毒的預防治療 和康復這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談談預防方面 其實中醫有什麼食療可以預防新冠病毒? 在中醫角度來說 最重要的是不想有病 就是靜氣內存 要我們的身體靜氣要救 但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要根據自己的體質 選擇一些藥物去幫助 一般來說 譬如有唏噓的人 我們可以用浴瓶風扇 可以有兩樣的筆歧 防風這些藥物 其實都有預防疾病的作用 特別針對一些 如果聖日感冒的人 就可以用的 但如果癌又不是很唏噓 那就不需要用這一種 可能會在平時 可能要少吃一些 煎炸東西 一些熱氣的東西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發現 容易有新冠病毒的情況 都是第一樣東西 他會核靈痛 所以最重要是滋潤喉嚨 除了藥物之外 大家要做多些運動 盡量去小人的地方 最好在家裡也盡量做多些患病 令身體的氣血循環好 這樣就可以預防疾病了 好啊 至於治療方面 除了一些忠誠藥之外 亦有沒有一些中醫的湯水 或者食療 可以加快到新冠患者的復原 或者可以舒緩他們的病情 當然有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新冠的肺炎患者 他的後期 我們經常會說 有種預熱未清 即是說 好像身體還有一些熱邪 未清得完 同時都是有些唏噓 陰虛的症狀 所以我們建議可以吃多些 益氣養陰 又可以有些清熱的藥 譬如有些北沙心 南沙心 蜜蜂 肉粥 加一些補氣的藥 好像白術 淮山 另外還要加一些健脾的藥 即是剛才淮山這些都可以的 另外還有白扁豆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藥物 總之做到的就是 益氣養陰和健脾的作用最好 好啊 有需要的朋友 都可以選擇適合的湯水或者食療 最後來到康復方面 有不少康復者 可能都要面對一些後遺症 例如咳 睡得不好 或者經常累 究竟康復者 可以怎樣調理好身體呢 其實我想跟那個 當他新冠發現之後的後遺症 真的有些月熱未清有關 好像睡得不好 都是有些火 是去到心 就令到邪 我們叫邪妖心神 令到身體會煩躁些 或者是有時會咳 都是因為有熱在肺裡 就會有些咳嗽的情況 所以其實在治療上 我們都是會更加針對 它究竟當時的熱在哪裏 在心裏還是在肺裡 在肺裡 我們都會用一些 比如說生生蜜冬湯 如果是心的話 可能我們會加少許 例如炒枝子 又或者一些孫祖癮 這些藥紋 其實都可以幫到 還有連子心都可以的 可以清一下心火 都會有些幫助 另外就是配合更加重要的 就是在康復 我們經常說康復 有一些人會發覺 除了他的肺 即是那些咳嗽 他一出去 出街做運動 可以走多一點 他的氣又會回來 我相信很多時候 在大家隔離的時候 就少了運動 即是那些新鮮呼吸不夠 所以出去做一些伸展運動 就會令到氣血循環好一點 也是有幫助 好啊 大家記住 如果想調理好身體 都一定要好好休息 和做運動 我們很多謝 韓醫師和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有用的中醫食療和方法 希望大家都繼續保持個人衛生 繼續做好防疫處事 我們今集說到更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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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